各位丈夫 你告訴我, 你什麼都要做 是不是? 你先把命留下來吧 是…保險公司, 去哪裡? 藏堂大男人在鏡頭前聲淚俱下 保險公司在這件事裡 在我太太從3月2日入院開始 斷斷續續幾次入院出院 究竟我做過什麼呢? 為何到現在好像一毛錢都還沒賠 買醫療保險都是想有個保障 應付到突如其來的醫療開支 但陳生就說醫保幫不了 結果欠落二百多萬卡數 看承諾, 我看她的廣告、線稿 口號, 幫人, 不害我都算好了 陳生的太太一百年 在一間跨國保險公司 買了一份高端醫療保險 保障範圍包括住院、深切治療 手術費、手術室費 以致癌症、透析治療等等的費用 差不多全部都包 扣除每年的佔低費二萬多元 縱身的賠償額達三千六百萬 而保費每年大約是萬多元 到2020年尾, 陳太太驗出了幻想肺癌 要接受連串的治療 陳生擔心之餘, 都慶幸買了一份衣布 當時都覺得幸好, 幸好我們買了保險 不用為醫療費而擔心 頭一年, 太太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 而且用到一些蟬藥, 部分是免藥費 所以每次的費用都是幾百元 陳生每隔一會都會集齊 收據和資料交給經紀Claim錢 當時有肺炎, 情況比較嚴重 很多入家工作 當時他們賠得晚, 我也不是太為醫 其後, 太太情況轉差 需要轉用化療和免疫治療 費用要幾萬元一次 陳生在Claim保險, 誰知道拖延幾個月 我們交了單這麼久, 為何沒有反應 因為她說, 其實你太太… 即是我太太, 需要自己去政府醫院 就向醫院取回醫療報告才行 我就很奇怪, 四個月之後你才說 還要我不問你不說 先看看那段時間的索償收據 每張單的提交日子 和批出賠償的日子 平均都需要兩、三個月 上年六月的這張單還超出八個月 才能收到賠償 我剛才問過他們的服務承諾 當時的答案是 十個工作天收齊文件計算 就可以做到這個賠償 後來在書面回復裡 居然變成五個工作天 其實是更快一點 無論是五天還是十天都滅不了 五個月都還沒得了 一方面遲遲收不到賠償 另一方面, 太太的病情 在今年三月急劇惡化 公立醫院的療程似乎幫助不大 當時她說很痛… 始終不是我痛 我只是心裡痛 我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找最好的治療給她 陳生於是把太太送到私家醫院 繼續治療 不過醫藥費就跟之前參天共地 你看張單真的很恐怖 29日給8萬3、4月 不到幾天給9萬8萬 不到一天要入病院 12萬多 立即通知補充經紀 你之前的錢還能還給我們嗎 你說10個5個天 遲也是遲10天而已 還說公司正在搞, 公司正在搞 三月的大概50萬都還沒賠到 四月的70多萬醫療費又來了 不僅陳生擔心 病重的太太更加擔心 就算病情急轉惡化 她也不想連累家人 經科醫生問她 你要入病院 如果你不入病院 就不能救了 我太太當時很弱 她有一個很柔弱的聲音 回答醫生就是 我不入病院 這個病用了我們家裡很多錢 我不入病院 你…師兄, 你幹什麼保險公司 師兄, 跟醫生打給我 醫生打給我, 我跟醫生說 你不用離開, 你快笑 師兄, 我賣樓又好點, 好嗎? 我一定要醫…一定要醫 可惜, 太太最終在五月二十日離世 由三月到五月的醫療費 已經累積到250萬 不過陳生說 直到今天, 一個仙都沒收到 整條數, 她唯有拿積蓄 和狂簽卡去填數 你們的幫忙在哪裡? 他們不會不賠, 最後都賠 不過是我太太離開之後 幾個月, 剩下匯賠 我們賣的是醫療保險 什麼叫醫療保險呢? 就是給受保人在治療期間 不用為了治療費用 去擔心保障的保險 不是一個人受保險 你早就告訴我 我們自己就有其他治療方法 去看政府也好, 無論如何 事後, 陳生自己去信保險公司投訴 回覆說五個工作天的服務承諾 是以收到完整資料的日子計算 陳生想起她每次索償 都會將所有已有的單據資料交齊 亦沒有人叫她補交過任何的文件 齊翻保險公司回覆內列出的時間 文件遞交日期, 日期的日期 和最後文件收到的日期 最後索償收到的 差了五個多月 就令她百思不得其解 我問問文件代表什麼意思? 原來他們內部文件是算的 我覺得與我無關的事 你這個保險公司, 這樣也算 不是我給的, 我覺得我沒有給你 醫生也沒有給你, 醫生也沒有給你 為什麼你的日子是經齡呢? 一般來說, 保險公司 都是以收齊文件的標準 包括醫療報告, 化驗的一些結果 當然是她的索償金額 是不是一字是一個很大的金額 只是大金額就需要長一點時間 而問題是她中間那邊索償的內容 是否保險公司的保單條文 能夠保障到的? 我們再向保險公司查詢 回覆說按照索償程序 是收齊文件後五個工作天內 完成處理索償 但實際所需時間 要視乎個案複雜程度和提交方式 而陳山太太的個案 因為曾經接受多項療程 他們需要向主診醫生 不同醫療機構等索取所需的資料 和證明文件作出評估 只令理賠時間交預期為長 我們也有病人家屬於其他保險公司 都有類似的保險 我們的病是類似的 是看同一個醫生的 之後的用藥,我們也是用過那些藥 大家都用過那些藥 他們可以做到每三至四個星期 就做回賠償給你們 他才是用第一支錢不斷運動 就可以做好治療 不過不僅理賠時間有落差 當中有25萬藥費捐不到 跟太太過世前,她想申請免找數 立即由保險公司預先評估了 可賠償的範圍 用來應急找數都給她 都令她很細節 其實我的保單 我記得看都是全數賠償的 明明藥是香港註冊的,可以用的 用了一次,你又告訴我不批 我用了第二支 不是公診了一千多百分的藥 我三十多萬 你既然拖了我的百多萬在前面 我在後面申請的面罩數 你又會不批我呢? 知道我已經是一個很困難的情況 到底你們保險公司的目的在哪裡 保險公司就著這個質詢 回覆我們說 一收到陳先生的申請 曾經多次聯絡其主診醫生 索取相關的資料 但是就未收到 所以未能就期申請作出決定 當知道陳先生已經支付醫院費用 亦嘗試要求醫院退回住院費給陳先生 等保險公司直接支付費用 可惜未能成事 至於那二十萬藥費 保險公司就說 因為陳太使用的藥物組合療法 非慣常治療方式 他們主動要求主診醫生 提交相關的醫學實證 至今仍未有提供資料 所以未能確定 符不符合保單內 就必須知醫療服務所列明的定義 賠償,服務不似預期 令陳先生很憤慨 不過最令他難過的是 太太臨終前仍然要為理賠費心 可能加速太太的離世 當然,癌症不是輕的病 即使準時賠償,結果可能也是一樣 但影響了我太太的情緒 擔心她金錢對家庭負擔 我相信對病有影響 現在,陳先生唯有獨力應付 那百多萬卡數 保險公司在8月的回復中 也確認了約233萬的索償 但就未定賠償的日期 不過因為投保人已經申固 賠償將會落入遺產承辦的程序 閒閒地都要再加六個月以上 陳先生短期之內 都不可以動用這筆錢 還可能會有預計不到的變數 譬如說,原來他之前已經有遺囑 將所有他的資產 可能全部或某個百分比 捐給慈善機構 這次的賠償有機會 就跌到一個遺囑上的指引 去了一些不同的慈善機構 並不時給家人 保險公司還說 現在可以為陳先生提供 110萬的免息貸款給他周轉 前提是要他保密 但陳先生說根本不會考慮 因為他對這間保險公司 已經失敗信心 如果他按照他的服務承諾 去做的話 他上不派款給我 他已經賠了錢給我 我太太久之前已經賠了錢給我們 現在他們做錯事,他要我保密 保單細節繁多 賠不賠得到,賠不賠得切 投保人在買保險的時候 未必確定得到 究竟買不買,怎麼買 大家真的要想清楚了